在MC的世界中 托尼熊塔克的钢铁侠科技 又有了大突破 那究竟有多大呢 你看 哎呦我操 我是小熊 哎呀呀 等了这么久 反浩克装甲终于要来了 那么这期视频 我们要直面城市中的 各种诡异的突变生物 不过在即将制作出来的 马克48反浩克装甲面前 这都将只能算是一些小可爱而已 那我们都知道啊 往期视频里的这些小战甲 我们都是通过这个战甲制作台 在那组装出来的是吧 但是呢 这期视频里的反浩克装甲 这 这这这这这不对吧 这这怎么着也塞不下呀喂 没错 我们首先第一步呢 要制作出一个大型的装甲制作台 那么大型的装甲制作台 所需的材料我们定义而一看 哦也就只多了一个钻石而已 哼笑话 钻石咱这不一套一大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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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OK那么大型制作台 哇这个可以啊 那么咱们的反浩克装甲就即将在这个大家伙里面组装出来了 那视频更新不易 大家也别忘了 成点赞筹一万 下期更新 不会断 反浩克装甲 那需要的材料的话 岂不是强度要求你看看非常之高 需要强化钛金核心 我天哪 而且其他钻石需要的是钻石 他需要的是钻石块 我靠你还真敢要啊你小子啊 然后其他部件的话 倒是一些常规的部件了 什么红石块啊 玻璃炸药火药啥的 都是应该 还有存货 行 咱们稍微准备一下 这一套战甲有一个非常逆天的材料要求 就是往期咱们使用这个反应堆中间的这个小元素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做他胸前的这么一颗就够了 对吧 但这玩意 这反浩克装甲是有点小逆天的 就是你看啊 他胸口需要 然后他胸部装甲也需要 然后他腿部也需要这个保湿同位素的这个反应堆 这好家伙 这玩意我们需要三个 不过这这一点其实对于这个反浩克装甲来说 其实算是非常还原的啊 这个反浩克装甲 其实你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你会发现 他不光只有胸前一个反应堆 他腿上 这好家伙 这也有反应堆 毕竟是如此庞大的 而且是用来胖揍浩克的装甲是吧 所以说他这个功能需求非常之高 那所以呢 我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 我刚刚用了一下创造 大家稍微理解一下 好 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台 反浩克装甲了 组装 我 开始组装了 这个旁人大物 贾维斯在这里帮我用这个制作台在这里组装了 哇靠 你看他的部件 他光一条腿就比我都大 我的天哪 相比之下 我这个小熊显得好小巧啊 我相当于他一个脚掌宽 他一个脚掌那么大 OK 最后头脑袋给他镶嵌上 哦 我这么的 至此 反浩克装甲制作完成了 把它取出来 然后放置出来 哦 给他喷一个漆 喷一个好看的漆啊 咱们就用经典涂装吧 这还能随机 这随机 这随 这随机一托 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就用经典涂装吧 确认喷漆 哎呀 这一下就有那味儿了啊 好 我们站在他的脚下 向上俯视 哦 不是 向上仰视 哦 你看他的手掌心理 这孤墨寨是不是会不会也算是一个小反应堆 然后他胸前还有反应堆 然后他 你看他背后 他背后还有反应堆 我靠你可想而知 这玩意儿 他这个蕴藏的能量有多么的庞大 那啥也甭说了 咱们赶紧穿上去看一看啊 看他怎么个色 哦 胸前 搭下了一个铁梯 然后慢慢走进去坐下 嘻嘻嘻嘻嘻嘻 哇 哇 好庞大呀 然后他走起路来 哆哆哆哆哆哆 稍微感觉 有那么一点略血奔主 谁吹了个泡泡糖 哈哈哈哈 一滴血没掉 啊 全体目光向我看齐 苦力怕在我旁边崩咪一下 我一滴血没掉啊 测试一下他的飞行性能啊 哦 这稍微 呦 这么慢了吗 有点笨拙啊 稍微有点笨拙 毕竟这么大个是吧 这个飞行速度 我供过着 在我不调的情况下 他只能是这样了 这这这这也太慢了 而且像之前咱们战甲那种 翻滚动作 这好像 好像 这台 这台战甲 还是太笨重了 他空中翻滚动作都做不了啊 但是呢 我们可以注意看一下 我们画面上方的这些个技能 我们多出了很多个技能 我们可以去试一试 那咱们的话 现在就去 那座异变城市之中 感受一下咱们这台 新战甲的威力 OK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曼哈顿 这座熟悉的城市 同时呢 哇靠 你看这地面 这都是谁什么呀 这黑乎乎的一片 这地面上 没错 这座城市 被寄生虫给感染了 他这干嘛呢 这是土什么东西呢 你这吃的啥还挺香的 看着啊 啊 我站这么高 你能不能打着我 他 什么意思 我靠 这个异变的蜘蛛 他在往空中射蛛丝 哎 哎呦快快跑 我本以为我刚铁铁家 在空中无敌 这没想到 好好好 TSC出品 避暑精品啊 这是 我靠 这屋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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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木叶村忍者 好 那么好 给你试一下 我的新技能 首先 我直接一个 哎 砰 我刚刚一脚直接 砰 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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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剁死了 这不愧是 反浩克呀 浩克 我都能拎起来 摔 何况这些小东西 是吧 好 那接下来 再给大家看一个猛的 叫做 喷气月姬 我直接 喷气 跳起来 然后往地 砰 哎 谁都没砸到 嗨 我只有个大家伙 我走到他跟前 我再直接 我一个大脚 砰 这周围全被我剁死了 这范围攻击 有点离谱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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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这些怪物 这些异变的生物 越来越多了 还有一变的人类 我靠 你看这 一变的人类 肩膀打开 变成了个大牙齿 然后中间冒出来 一个头子 什么玩意儿 这都是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感觉我反号客 都快顶不住了 面对这种情况 我有一个非常好用的技能 这前面有一堆 怪物是不是 我直接 哇 直接 哎 怎么谁都没推死 哎 哎 等一下 这一变射身 我推歪了 我再推一次 等一下 等一下冷却 哎 哇 直接给他顶飞了 哦 我知道了 我这个技能 他 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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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技能 他虽然说不是很强 但是他可以把敌人给推飞 啊 是这么个意思 他并不是一个秒杀类的技能 除此之外呢 我还有这样的技能 我直接 一个大逼多 我就给你摁地底下去了 哈哈哈哈 这 这这 这行啊 这 我一个大逼多 给你摁地底下去了 啊 这么一通展示下来 这个 反号客装甲 有一说一 有点偏向于无敌啊 哈 因为我发现一件事就是 我现在被他们揍的只剩半鸽血了 但是我一直死不了了 我发现 我就永远只有半鸽血了 我死不掉了 我不知道我是遇到bug了 还是怎么搞的 我就是死不掉 你看我 哎哎 有点无敌啊 然后其实呢 这期视频的反号客装甲 其实展示的还不是特别的完全啊 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电影中 反号客装甲是怎么出场的 哎 没错 就是从太空中 它的部件 咻咻咻咻咻 飞过来 还能合体 是不是 因为这一台战甲的 它这个部件的逻辑 跟那个浪子 跟那个逆子 跟那个逆子 战甲 其实是一套思维的 它是每个部件都是分开的 可以分开驱动来合体的 没错 其实在游戏里也是一样 就比如说 咱们现在先把这个战甲 给它先拖在这个屋顶啊 哇 忽略 我拖战甲动画 我才看着 我直接一个千公分 忽略就下来了 好 那么现在你看 我们那台战甲 停在远处的屋顶上 我们现在在这里很远啊 有点危险 哎呀 僵尸们要来干我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 甲维斯眼镜 直接召唤它过来 紧急穿戴 召唤马克48 它其实这里是有一段动画来着 你别听它在这 唧唧唧唧唧唧 它就凭空出现了 它其实是有一段动画来着 就是它的各个部件 飞过来合体 我在别人的视频里 好像是看到过的 但是我不知道 轮到我路的时候 就怎么就这样 它直接凭空就出现了 那一段动画我看不着了 孙悠就没办法给大家展示了 那当然呢 还有很多其他战甲 咱们也可以挑一挑来录一录 那咱们就继续 常用点赞虫一万 下期更新不会断 我这是小熊 记得下期来看 拜拜 有没有浩克模组啊 我想把浩克拎起来摔一摔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期间